韩服第一亚索兄弟们 来让我看看你的亚索多厉害 那天 打他的永恩 赢得下来那把永恩 但是还没跟他的亚索打过 三叔吗这个还是对面啊 不会是对面吧 我们家的三叔吗 找他好高啊 我现在是三叔啊 他是真喜欢控冰箱啊 他带虚弱的不能上头 一套秒不了他就被反杀了 那打 压索应该回家了吧那么点血 他真是喜欢控冰箱啊 他真是喜欢控冰箱啊 完了 完了 卧槽 拿到了 没帮我守塔吗 要掉两个塔 能不能够打 冷击加好多,主要是我有走,而且队友吃我太多经验,说实话 这随时跟山叔吃了我很多经验 哎呀 难中 偷蓝箱的好了,我不知道金克斯 我不知道金克斯还是吃残血而且还没走 我以为金克斯走了 我不剩想跟那家属对线说什么 我想像这个上当来跟他对线,我去上了 因为 萨拉斯打要耍还是不好打 有一手艺吧 倒不是我怕他 倒也这么是我怕的,那确实不好打 打这一拳确实不好打 不能跟他玩啊,打不过啊 任打打不过,他带虚弱的都是,我秒不掉他就被他 我如果秒不掉他就被他拉扯死 哎哟,完了 哎哟,完了 不行的,理智一点吧 能赢才最重要的 没必要一气用事啊 他这个打法就是 纯是为了跟我单挑来打的 就他这个盾弓虚弱 自命节奏 这几个天赋单挑太厉害了 我硬跟他打的话我死一次就结束了是吧 我1000块钱 没必要 这没必要 我打他比他猛多了 你这种猛多日本人 帅 没完 可以,我对比我死定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对比我对比我死定了 还行还行 ADC站出来了 也就还好这么压手里的语言,他接不上大招 要等个泳伤可能 等个泳伤能瞄的 能杀一个,是一个 能杀一个,是一个 他这五下大师选出来,应该是为了克对面南向跟亚首的 卧槽,这团战 卧槽这么舒服,直接拿下来 ż南岩就能 注入 10131317 就是五顶战 肚子 那个 谢谢大家